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 Dash S3 地表最強行車記錄器 耶 這台車老觀眾應該覺得很眼熟吧 2.5手牌的WRX 柯P那時候跟那個SWAG女郎 拍的IMPRESA 世界上有兩種東西我沒有辦法直視 太陽 另外一個是我的眼睛嗎 不是爬丁咕 我怎麼這麼會寫腳本啊 終於啦 這個賣到客人手中 他2022年的時候接手 車主這個也玩到一個程度了 所以就把他賣回來給我們 我們賣給他的時候是11萬公里的里程 現在也是12萬而已 他看1萬多而已 但是呢花好多錢照顧他 他把這個車的狀態啊 整個寫成一個paper給我 我先大概講一下他回去換了些什麼啦 他回去的時候呢 同步只會講這個是每一代IMPRESA的通病 玻璃變速箱本來是五速的 他回去他就把它換成六速STI的變速箱 六速是現在很多玩IMPRESA的主流 包含這個離合器的三寶啊 前後的輪軸中央傳動軸 後叉換成R180的 他還外接了DCCD的MAP中叉電腦 他陸續也換過正式皮帶 暴震感知器 油底殼吸油管 加裝防燙板 還有曲軸感知器跟突輪軸感知器 他避震器也弄好了30段軟硬高低可調的 阿但你知道我一直很後悔一件事 我包那一台黑色的 我自己裝卸壓閥那一台 我把它賣掉 我到現在我還在後悔 因為這個車子會越來越少 那再加上這個本來就是一直都有那個精神在 你小時候看著頭昏至低 有一個憧憬 那好不容易長大了可以買得起 講藍天點現在那麼多C300 買得起C300一定就買得起這個了吧 對啊 我跟你講不對 因為C300可以全額帶 但是這不行 這年份久了 這都要拿現金直接啪 算實力的一種 跟阿呆一樣 你那C300不能貸款只要買現金 收回來之後呢 我打算再幫他淨花 其實他外觀跟輪圈都是照我們當時給他的 然後輪圈我覺得 INPRESA 35藍配上金色鋁圈 本來就是精神 所以這個基本上呢 也要維持他原本的精神 那我覺得有一個比較 不喜歡的一個地方 就是他的內裝 這一代出鼻子叫GGG 那時候內裝就都這樣 我打算找兩張賽車椅INPRESA 那個原廠STI 有藍色的那個擠皮的 把它處理上去 門板啊 前後座椅啊 藍色地毯 內裝能換的就換了 就視覺化 因為車主既然已經幫我們把 正式皮帶 感知器該換的都換了 自動關門有沒有看到 你家INPRESA有這個系統嗎 我們家的有 接下來呢 帶大家到桃園來找一個我的好朋友 他對這個車 頗有研究 給他做一個鑑定 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些 有關於INPRESA的小常識 到桃園去 辨別INPRESA是不是真的六叔 就是看有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就是嗎 假的 阿大耶 這客人聽聖經耶 你沒看到那梗圖嗎 麻木官司INPRESA 久久沒開車的車開了 我覺得很開心 馬路小英雄的感覺 這個格勒子也老化了 到時候 拆拆掉 很害羞 他常常上南港版你知道嗎 對阿 很多人以為他是走私的 然後就會拍到南港版 然後有人說 阿不用緊張 他是檳榔蛋的 哈哈哈哈 他這六叔變速箱 齒比蠻密的耶 2500cE的時候 我們現在定數在100對不對 嗯 轉速2800轉 其實蠻高的 這已經差不多是1800 2000左右的轉速了 但他是2500 所以這個STI的六叔 變速箱齒比應該是蠻密的 是月密會這樣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緊個汽車小教室 如果月密的話 就等於是你在低速的時候 加速越快 你就必須要平方換檔 那極速就會變低 比如說極速可能變200公里 越輸的話呢 你可能比較久換檔 但是呢 檔跟檔之間的落差比較大 比如說在150公里以內 要跟人家進速的話 你那個換檔的時間就要比較久 還有你拉轉速的時間 就會比較慢 但是呢 你的極速會升高 跑一些賽道啊 或是山路啊 很少時速會超過100嘛 對啊 所以你如果換密尺別變速箱 在100內 你的加速就會很快 你會很好控制你的檔位 然後你把力量都發揮在100以內 剪斷 對 其實跟我以前的夢想很像 我以前的夢想就是 如果我今天沒有開那麼大間的商業化的公司的話 我可能就想要講小小間然後賣一些特殊的車 自己喜歡的啊 然後都把它整理得很緊繃很漂亮 就自己邊玩啊邊賣這些特殊車啊 順便開個咖啡廳啊 然後就放這些車 對啊 欸不覺得很chill嗎 所以我拿一片退休搞不好我就做這件事情 我不確定我退休還想不想碰著 哈哈哈哈哈哈 桃園的三將自動車阿森 他好 他自己本身呢就是Impreza的車主 對 然後也賣過很多 蠻多台的 類似的這個車子 所以今天呢要麻煩阿森來幫我鑑定一下 我這台鑄壁子 我們要從哪邊看起引擎 引擎 引擎 他一些感知器都換掉了啊 什麼什麼韓陽啊 什麼他都換過一輪 這樣看起來覺得 引擎式的部分我們還有什麼 你不要跟我講說媽這個引擎不行喔 不會啦 雙方看起來還不錯啊 不是我是說你說 2500這個引擎不行要換掉 對 2500的引擎就是有一個詬病 他這個就是他的波斯比較脆弱 你所謂說他那個波斯很脆弱是 你要去跑山賽道型才有機會 還是說你平常這樣加個速都有機會 有人就是平常就壞掉 甚至新車 也沒有特別超 新車有人沒多久 因為不知道怎麼去使用它 他這個轉速不能太高 轉速高的話有時候太High了 過頭就開始聽到引擎有 噠噠噠噠的聲音 所以很多人就是因為這樣子 乾脆就整顆做鍛造 做鍛造就好很多 可是我聽說做鍛造會吃汽油 沒有一定 沒有一定嗎 看重好不好 對對對 看是做比較Long的 還是做比較標準的 標準就要訓車 比較Long的就不用訓這麼長的時間 我懂我懂 我在跟很多車友討論都是這樣 他說2.0的引擎 SDR引擎好像比2.5的耐用是這樣嗎 對 日規來說的話 2.5的引擎其實有STI紅頭 但是它是給自排的STI用 嗯 2.0一律都是手排 喔 然後它的轉速上線不一樣 前期是線轉7600轉 對 7600 後期是8300轉 因為後面 因為後輪車拉後面沒什麼意義對不對 無效增壓 你去吹後面那個幾百轉 去浪費那個 你已經在走下坡了 用VTEC 對對對 不一樣 7000左右都差不多用完了 所以你再往後拉其實意義不大 沒錯 它這樣講 我覺得這觀念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還不錯 它這大燈發黃 我想把它換掉有沒有 換蓋子嗎 蓋子不能換 但是這個發黃它可以去做整理 對用拋著 它這都獵人 如果獵得太嚴重的話 可能就做不掉 就要從日本買 對 可是日本買不是有左右 對 光型的問題 這個又另外一個 大家也不知道 你從日規買那個燈回 我們這邊右邊要照牌子 結果你換成右架以後 變成左邊 日本照牌 結果照到對面 那就是左右架的差別 但是我自己的做法是 我保留歐規的 就是燈殼的後座 然後我買一組日規的回來 把它前面好的換上去 光型又不改變 光型會留著 然後又有新的燈殼 外觀內裝它幾乎都沒用 然後它就是把變速箱 什麼引擎這些東西 該弄的地方 然後就這樣整理一輪過去 很好啊 它改了一個重點 就是改了一個六速 對 那這個六速變速箱 它有分嗎 有日規跟歐規的 還有SG9 就是森林人用的六速 森林人用的六速 它的齒比都比較酥 這個齒比蠻密的 我剛剛100的時候快3000 120差不多3000 4355左右 對差不多 那就是日規密詞 沒有錯 這應該是蠻密的 那你說它改這個變速箱 一般還有分那種半套全套 半套的話 就是只有上變速箱 然後前面的傳動軸 那還有什麼差別 那真正全部的底盤的變動 是變速箱 後插速器 後傳動軸 後傳動軸 對然後後面的外洋角 那這一台車主沒跟我講 它是不是改全部 看起來洋角應該沒有去改 洋角沒有換 那洋角沒有換的 會有什麼差別 以它現在目前這個動力 是差別不大 但是曾經有發生過 上了紅頭的引擎 六速的變速箱 然後它是180的大後插 但是它是小洋角 後插的接頭是大頭 大頭轉小頭 扭力大的時候它就崩掉 所以最好的方法 就直接換一個粗的 完整的STI的底盤 所以這個沒有 它的後插也有換了 有180的 180是什麼意思 就是有分R160跟R180 大小顆這樣 所以它算改了2 3分之2 還剩1 3分之1 聽起來 這個車主是真的有幫我們 它有花到錢 對你撿到了 撿到了 再來我們看內裝好了 我實在不喜歡 它原本就是這種 皮革 然後看起來是賽車而已 看起來又不是 我真的覺得 這是最醜的一代內裝 因為它開始要走比較偏舒適了 開始家庭化 所以它也做了個天窗給你 對耶 這很難得耶 影棚撒是都沒有天窗的 對 幾乎是沒有 他們就是要剛性好 像我很喜歡那個 藍色麂皮的STI的椅子 它是可以直接上的嗎 可以直接上的 那我去日本整套把它殺回來就好了 日本買座椅就比較麻煩 左右價 左右價 前座我只能找 買歐規 60台之一的前座椅 買得到嗎 我有 不會這麼巧吧 你去哪裡弄來的 我自己的車拆下來 因為我換賽車而已 來來來 我跟你講 你知道為什麼 這一趟跑來桃園就值得了 就是這個 藍色STI的椅子 這是歐規的駕駛座調整在這邊 這是調整高低的 這是駕駛座 然後這個都好的 左駕的 一般賽車椅就是看這個地方 有沒有爛掉 有沒有爛掉 對對對 有沒有磨到破線 然後還有幾皮有沒有破損 還有能板喔 這一套是你自己要用 還是該不會剛剛好就是要浪險給我吧 其實那時候我沒有太多的經驗 都是花錢累積下來 我以為我的車可以用 那為什麼我有了我還要買 因為我喜歡它下面也是籃擠皮 我的原車只有上面這一塊 只有上面這一塊對不對 把它打開 它下面就沒有 而且它這一塊還沒有延伸到前面耶 你那時候就是為了要整塊的籃擠皮 所以你就把它弄回來 對 結果發現怎樣 發現不能裝 因為裡面有很多配置都不一樣 所以這個門板只能針對於後期車型 05年以後的 就正好我是05年以後的 沒錯 嘿嘿嘿嘿嘿 所以這 為你買回來的 我說這車主回去是真的都沒有弄 你看這膠條其實都已經 龜裂了 龜裂耶你看 對這裡 另外一台就是完全是 平的 比較一下人家有多漂亮 你摸它這個就是軟的 喔對這是軟的 阿大你手摸摸看 喔少女的幾乎有沒有 這原廠還叫的到 叫的到 還有這個軟的 水切 連這個都是很軟 然後內裝也有做調整 因為時間久會比較油亮 哇好厲害喔你看 把內裝弄的有一點點霧霧的 像原廠這樣 那個龜毛 它中控有那麼漂亮 欸對方盤耶 我那可以換什麼方盤 原廠STI的嗎 可以有 但是你的就比較建議換後期的方向盤 不要這是前期的 阿那你看一下它這個前面有沒有四門的有爆龜 我覺得它這個帥就帥到它前後後面也有阿 有沒有它門跟後葉子板都爆出來 所以這個要換爆龜連後門都要換喔 對 阿這個就沒有 五門的就沒有爆龜 它排氣管是閥門 喔所以它做側排是嗎 欸好像是 喔它用STI的原廠管 它原材電腦阿 在中間阿 在那個排檔桿前面阿 喔這個好捏 第一 260 260的錶底 第二 它有電差 這是高反差的 然後離山也不高 它有DCCD 它的DCCD不是日規的 這是另外做給 對它是有G-Sensor的DCCD 這就是我現在在改的東西 喔 我現在才改 它這個就是你車子在擺動的時候 它這個電差的燈會跟著跳 會去配置你的輪胎的鎖定率 智慧型的 對 它可以去做Auto去做幫你做調整 然後呢 GD有一個東西是 它可以把它再升級 嗯 可以Lock 它Lock住就是前後的配比是50比50 在賽道是很好用 進彎就給著油門一直走 發揮四輪傳動的優勢 優勢 它已經改好的這個東西 是我現在正準備要處理的東西 因為我之前都是用我自己的能力 去駕馭這台車 所以我現在想要再更快的話 我必須去增加一些東西 它冷靜緊繃 如果是我有沒有 我去跑賽道有沒有 我要進步 要怎麼進步 我先減肥 至少快3秒 沒有 這個車子方向正確啦 方向正確的車子 第一沒撞就有救 然後第二 你只要再添加一些 就是調整 阿森剛剛有講啊 他說這個原廠的 這個都還在 對 因為正常 如果你撞過或者是烤過漆 很多撞過的烤漆 這個就沒有了 對 或者是連它變成藍色 以前那個SWIFE這邊 也都會貼一張紙 很難撕掉那個紙 其實你看那個紙 就知道那個車有沒有烤過漆 因為烤過漆 它就把你吐掉了 好 我們來塞看看 可不可以塞了 那椅子要 啊 不行 你有那個拉桿放不下去 等一下塞會下來 真的假的啦 哈哈哈哈 正常椅子是 正常椅子是 L型 L型這樣子交叉 放進去裡面 喔 這個一定很內行 站到很內行 那叫湯S來在好了 叫湯S來在 Size不合 我們就不要硬來 哈哈哈哈 AVIR 環保 生活 科技 領導品牌 上百種的個性化安全帶 來找想玩車就對了 發意金庫 國色天香溫柔 鹹熟徐海莉 武功不受受入嘛 我們等一下順便把這台也開回去好了 我們幫他把車賣掉 對不對 謝謝陳大哥 這一套他 陳大哥我沒騎 今天沒來 我已經收拾去 你知道嗎 2022年的 Emoge 1萬4啊 你確定你要買這牌子的車喔 怎樣 怎樣啊 保固內啊 也是找原廠比較早 沒有事故啊 唯一的事故在這裡 這次保險桿 現在是這樣 不小心卡到 到時候出保險嘛 我們就回原廠 把它弄一弄就好了 對啊 這R的耶 Dynamic耶 250匹的嘛 250匹的 不是那個200匹的耶 運動版的 比那個200匹的高一些的 還忘記鎖了 我們剛剛在拍的時候 我看他一直都忽著 他都在外面 對 我就覺得很奇怪 所以只要你解鎖 他都一直這樣維持開著就對了 然後車子在路上走的時候 你開車的時候 時速一大 他就說不定 對啊 盲點360環景自動跟車 我有 如果有興趣的觀眾朋友到時候 可以讓我們店裡看一下 那你不覺得這樣不錯嗎 你看我們本來來這邊 交換一下 IMPRESA的小常識對不對 椅子門板也弄到 然後又有車 回去可以賣 這一趟桃園型很划算 還是我們椅子用 PASSA這個車太行 不行喔我剛剛想過了 你那個小腦袋刮想的事情 我都講過了 怕刮到他 對對 先不要 先不要 我跟你講 阿森是很龜毛的 他在做事情都要做到 盡善盡美 他這個連廁所的那個都很特別 這個Lupo有在賣吧 有 你看這些椅子 這些東西 你要記得是05年的 大概快20年的車子 新年 他進車的時候其實他就跳了 他不是說回來整理龜毛而已 好那今天我們就一台車來 然後我們就兩台車回去 好 那今天算出來哭車耶 非常謝謝阿森 那有興趣的呢 可以跟他聊 他今天有一點緊張 一看就知道我是為了一字來的 這誰那麼多 訪問那麼多 我們就是為了那個 回來啦 我覺得我們還是在紀錄一下 現在要弄什麼東西啊 我覺得外觀是這樣 他雖然是說 日本買回來 然後去換 偷登嗎 對阿 但我還是偏向於 直接買現有的換 反正我們把原廠的留著 讓他漂亮個 一兩年 不行我們再來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樣可能會比較快 框框的膠條 他說硬化 我們以前比較少會去動到這個 除非生鏽 或是退色 被他講一個阿不用怪怪的 還有這個側邊的膠條阿 門邊的四圈 他這好像是 曾經有斷掉 浮起來就噴漆阿 這樣可以把它黏好 這個水切 到時候我也去問一下 然後 不是有那種中間一支的嗎 有阿 中段尾翼阿 加一個中段尾翼 阿這尾翼可能要 處理一下 那烤漆的部分呢 你看這裡 這我覺得應該要弄了 這應該是沒救了 還有剛剛看到的板金這邊 其實他屋頂也有一些 有沒有 因為這都圓漆阿 沒辦法 這裡有一條阿 滿深的 這個如果整車烤 可能會被阿森念 他們那種感覺好像 車子要越原廠越好 你知道嗎 原廠派的 像阿呆弄粉紅色就打槍了 那內裝的部分呢 前後的椅子 加前後的門板 還有方向盤 要去找一下 那中控台我們可能要處理 把他的膜都拆掉 然後做噴漆呢 還是怎麼樣 三環錶上面的四蓋 我是希望阿 可以拿去把它弄成藍色雞皮 然後那三個三環錶呢 到時候找三個 一樣紅光的 還有藍色地毯 STI地毯去找 看看買不買得到 有了之後把它拆掉 啊 還要找一個行李架 中間有行李架喔 五門飲品它都有行李架啊 舊款的有啊 欸它這也是GGG 你不要的唯一是這個嗎 對啊 是這個唯一啊 還有這個行李架啊 我這樣算一算 應該還是要花個十來萬 好不好 這次就大概這樣弄了 那大家敬請期待 後續呢 再跟大家分享這台車 生意的過程 懷念一下以前這個 自己改謝阿法排氣管的日子 下次見 期待喔 期待後面影片 讚